在整个撤离工作过程当中,共有5200多名在屋的中国公民安全撤离至屋周边国家,除一人在自驾途中受伤并以治疗无余之外,其与自愿撤离的同胞全部平安,做到了战乱撤离,无死亡,无群伤。 4600多名撤离至屋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,搭乘20架此中国政府安排的临时航班回到祖国,全体在屋和屋周边国家同胞,互相帮助,共度难关。 留学生组织华侨华人社团多次协助完成撤离工作,发扬了中华民族福威基坤的优良传统,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互助的优良品质。 在组织中国公民避难和撤离过程当中,乌克兰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了友好协助,俄罗斯、摩尔多瓦、罗马尼亚、波兰、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白俄罗斯等国也提供了宝贵支持,我们向各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感谢。 现在撤离在乌克兰中国公民的工作已告一段落,但保护海外同胞的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的征程永远在路上。 下一步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将继续积极推进领事保护机制建设,持续打造海外平安中国,以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位海外同胞,无论什么时刻,无论身处何方,你的身边有我们,你的背后是祖国。